政府更新疫苗通行证对新冠康复者的接种要求 在第一阶段,12岁或以上如果未打疫苗 康复了6个月就要打第一针 这个要求是无变的 由4月30日起,打了第一针 如果已满6个月就要打第二针 才可以继续用疫苗通行证 如果感染前打了一针 在4月29日前都无额外接种要求 不过在4月30日或之后也需要打第二针 才可以继续用疫苗通行证 至于12岁至17岁的康复者 如果已打了一针伏必泰 就无需打第二针 而康复后未满6个月 又或之前已打了至少两针 在疫苗通行证下都无额外接种要求 康复者可以向厕所出示相关康复或感染证明 譬如出院文件 认可阳性核酸检测短讯或记录 卫生署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申报系统 的成功申报短讯或鉴子记录 卫生署发出的隔离令 由政府或医管局发出的康复记录等等 记住 但凭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结果的照片 并不能作为有效的康复记录 政府验证提升系统 预计5月会推出给康复者使用 符合接送要求的针卡或康复记录二维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